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台南七股城租渔温的养殖渔民今日北上行政院陈晴,反对将优良渔业生产环境划入发展太阳能光电的区域,希望政府单位能制定明确规范,让渔业与绿能可以共存共荣。 七股沿海土地资源保护协会理事长杨慧欣表示,七股地区常年没有抽去地下水,保持良好的生态与渔业环境,更有国保级的黑面皮路,因为推广黑面皮路保育有成,吸引许多爱好生态的旅客观光,渔民不建议将七股养殖区,划入发展太阳能光电范围。 杨慧欣指出,今日有80多名当地渔民北上陈情,渔民支持非核家园和绿能政策,但七股环境特殊,早在1980年代当地许多土地就被外来民众收购,现已有不少人想把渔温租给太阳能业者,导致渔温租金高涨,让租不到渔温的养殖渔民生计面临挑战。 杨慧欣提及,在七股发展太阳能光电让当地养殖渔温减少,进而衍生租金太高问题,更会改变当地产业生产模式,威胁黑面皮路及养殖渔民的生存。 建议政府若要发展太阳能种电比例不应超过20%。 杨慧欣强调,七股不是地层下限区,应确保渔业生产量,两年至三年做一次查核,若没实际从事渔业就不应该购买破坏渔业生产环境而得到的电力,政府更应建立渔电共生机制。 面对养殖渔民北上抗议,行政院派出门员及检摊办公室主任蔡倩杰接受陈情,并邀代表进入院内讨论协商。